來講的話呢 那可以我們在 修持 菩提心的時候不一定就是說你一定要修持 一定要是知母啦 這邊可以就是說 這邊為什麼要修知母呢是為了要培養說是 樂意的緣故嘛 所以我們可以感覺到說我們這一生當中 對我們最好的或者最樂意我看到是 最容易感到說我可愛的或者我想要保護 這項是誰呢 用這樣就可以了 他不是說 一定要就是只能說是知母 因為有些人會有這個問題好像就說 金書講到知母啊知母 可是我對 母親也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那如果這樣怎麼辦是不是一定只能的話 他不是這個意思他只是說 你看他前面就是說 我們是為了這個樂意的 培養出一切的眾生是可以樂意的 生起他這樣子呢 而我們要去說 觀想說眾生是我們的親嘛 我們的至親的 或者是親朋好友 看在 親朋好友裡面的 最親的人是什麼是 母親嘛 一般來講是母親 那可以說有別的了 是母親的緣故呢 而這邊才講到說要去 知母 同樣 知母去意念母親的恩德 恩去報恩 這三個呢 等於說我們前面三個是 知母 念恩 報恩 在七英國這三個前面的 知母念恩報恩 這三個都是一種所謂的 心態嘛 他不是 這邊來講的話 他不是說真正的 一定要去說什麼 身體力行上面 而是說 我們是在一種心態的培養嘛 那主要的心態的培養這邊 所謂的 知母 念恩 報恩這三者呢 是什麼呢 他是 可以 承辦 去 升起一切眾生是 樂意 或者說我們 可愛以及要去愛護的這個心的 他的 能承辦他的因嘛 這三者是什麼他所承辦的因 而 是什麼呢我們把 觀想 所有一切的 眾生 就如同像 獨子般的在內心上去愛護 這樣的一個的 慈心是什麼呢 是 這三者的果報嘛 是不是他這邊我們在 中文這邊我們剛剛 還沒念到就是說 他說我們應該是這樣子說 我把他全部念到這邊 他說 其中出者 應有可愛 此父隨其 及許親愛 變身而許不仁其中 其苦 忠下品愛 下品不仁 若極親愛 雖與唯苦 亦能 升起 廣大不仁 見敵有苦 非丹不生 欲拔之心 反願更大 願不離苦 是不悅意向之所致 此意 尤其不悅大小 與苦 歡喜而成大小 欣願中庸 所有痛苦 既無不忍 亦無歡喜 是有巨無悅飛躍 亦相之所致 如是 因之 修諸 有情 為親屬者 是為 另起 悅意之相 親之 究竟 是為 慈母 顧修 之母 意念 母恩 及 報恩 三 是為 引發 悅意 可愛 愛之 友情 猶如意 子 此 悅意 此 是前三果 因為他的 好像我們中文的段的有一點點的 跟我們 在藏文的意思有一點不太一樣的他是說什麼的話他說 這邊來講的話 顧修之母 意念母恩及報恩 這報恩好像我們會覺得好像是要一種是 身體力行的去報恩來講的話 這邊主要在講的話 所謂的七因果裡面他不是說身體 他是在培養那個 那個心啦 他培養那個心就是第一個是要說 知其一切眾生是 曾經 做有或者有做過 自己的母親嗎 和去意念起 母恩 和 不僅僅是說念起母恩而要培養出是我要去報答這個恩德的 報答這個恩德的這個心 和 透由這個三個的 意念的話呢 他會引發出 或他是為了要生起什麼呢 他是為了要 引發出可以說是 樂意 看這是 不僅僅是 樂意 而是說想要去愛護嗎 樂意及 愛護之心 樂意愛護之心 這樣子 而 這個 這個 樂意 愛護 之心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什麼是 愛止友情 猶如意止 意止的 樂意詞啦 就是說 這個的形象是什麼呢 就是說 這個慈心是 愛護 所有一切的 友情呢 如同 是自己的獨生子 一樣的 這樣的 把他 在內心上 看起是 樂意的 或者是 可愛的 這樣一個慈心呢 是前三者的 之母 念恩 報恩的果 他是這個果 而 有此 既能引發 悲心 欲 樂此 及 把苦悲 因果 無定 這是這是什麼意思來講的話呢 他是說 如果 我們可以生起 這個說 一切 觀修一切的 友情 如同 獨生子般的 這樣子的 樂意詞 能生起的話呢 這樣一個 慈心呢 是什麼是 由此 既能 引發悲心 這樣的 慈心呢 才是 能生起 悲心的 因啦 這樣的一個 這樣一個慈心呢 來講的話呢 是作為 悲心的 因 而 一般來講的話呢 只是說 僅僅止欲 其樂的慈心 跟 拔苦 悲之心呢 這兩者是不是有因果關係不一定的 是沒有一定的 因為 這要講到說我們 慈心跟悲心的 差別是什麼 一般的慈心是什麼 就是說 希望 任何一個眾生可以 得到 樂的 可以得到樂的 或者可以遇上 樂的這個心呢 這叫做一般的慈心 而 我們這邊 要培養說 大悲心的 之前的 慈心呢 不僅僅是說是 希望這個某一個眾生 可以遇到 樂 而是說 他是要培養出 什麼是 是樂意的嘛 眾生 一切的眾生是 樂意的 可愛的 是我們應該 愛護的這個對象來講的話呢 這樣的一個 樂意詞 跟大悲心才會有 因果的關係 如果真的來講的話 一般來講說 一般的慈心跟悲心來講的話 他就沒有一定的 因果了 就像他前面來講的嘛 他是 這個宗大師也是 為了要承辦 前面這一句話 他是不是說 前面說 如果是 僅僅 想要說 脫離 痛苦之心來講的話呢 他前面就不一定要 觀修樂意了嘛 他 如果僅僅是透由思維 眾生的 痛苦的話呢 就能申請悲心了 就是我們這一大段的 最第一句他就 開始講了這個嘛 他是說 總欲離苦 素素思維 稀有勤苦 既能申請嘛 是不是這一段的 第一句的時候他就說了嘛 他 如果只是要生起一個說 一個悲心 可以從 痛苦而脫離這個心而生起來講的話 前面不一定要修修這個慈心 他是樂意的 這沒有這個關鍵的 他 只要去意念 這個痛苦的話呢 這個悲心就能生起了 但是這邊來講的話 不是啊 這邊我們要講的是什麼 是要講大悲心啊 是要講對一切的 對一切的眾生 一切的友情 升起的說要去脫離 痛苦的這個悲心來講的話呢 他前面的關鍵是什麼 就是要有一個要關強說 或關修說 一切眾生是樂意的 不僅是樂意的呢 是樂意說他可以得到 快樂的這個心呢 都要是關鍵的 所以前面是由 樂意只要升起是 是有關鍵的 所以他順便後面來講的話 就是說 欲與樂詞 所以我們講的樂意詞 跟 欲與樂詞來講 他是有差距的 他是有差距的 樂意詞跟欲與樂詞 就 他的形象我們剛剛就解釋了 欲與樂詞就是 只是說 我希望 眾生們可以遇到 快樂 或者可以得到快樂 但是 所謂的樂意詞是 不僅僅是說他可以欲與快樂 而是說 這個眾生 是 不僅僅是可以遇到快樂 他是我 愛護的或者 覺得可愛 可愛的以及要愛護的這個對象 我們 就舉一個什麼 一般來的例子 我說 我如果 不一定有樂意 我對一個人有慈心 我對 對那個人有慈心 我不一定對他會有樂意的慈 或者我就覺得說 我希望這個人 如果他跟我沒什麼關係 或者我 忽然在路邊上看到了 我就說 希望他可以得到快樂嗎 可是我不會覺得他 跟我好像是 他是或者他是樂意的 或者我應該去 疼愛的 愛惜的 但是 這邊的 樂意詞 所謂的樂意詞的意思是說什麼 他不僅僅是想要 讓人家可以得到 快樂的這樣的一個慈性 所以他所要 讓或者失望那個對象可以得到快樂 是我 我要去愛護的 我覺得他是可愛的 愛護的這個對象呢 他是培養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叫 樂意詞 這個跟 所以的 育樂詞跟樂意詞 它是有差距的 這個是 還蠻大的一個差距 所以為什麼中大師這邊才講的說 育樂詞 即把苦悲呢 因果無定 他不一定就有這個因果的關係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悲心要生起來的話呢 不一定要有前者的 或者他不一定的關鍵 就在說 我們 之前一定要有一個 欲以樂詞 欲以樂詞 好 所以呢 顧之母等三種所源 既是 於 樂詞 及 把苦 二者根本 那這邊來講的話 說什麼的話 這邊來講的話 應該是說 我們要 升起第四者的 樂意詞 跟第五者的 離開的這個 悲心來講的話呢 這前面 是什麼呢 我們所謂的 知母 念恩 報恩 三者的所源 這是他們三者的所源 都是一切的 友情嘛 知母 念恩 報恩 他們這個所源的時候呢 要升起第四個的這個 樂意詞 以及第五者說 離開 離開 或者脫離 痛苦的這種悲心來講的話呢 都是 這二者的 根啊 或者說 這個是要他升起的所依 因此呢 所以後面來講 如果要升起 後者的這種的 樂意詞 或者說這種 希望說可以 遇到 樂的詞 跟 脫離痛苦的 悲來講的話呢 這前面的知母 念恩 報恩 我們要去努力的勤修 或者其餘培養的關鍵 應該在這邊啦 他這邊來講的話 他雖然是也是說 樂慈及 拔苦的話 這是 所有的 的 慈心 跟悲心的 一般的 形象嘛 是不是我們一般的形象 就是說 所有的 慈心呢 他的 總 總的是什麼 是說他 可以 希望眾生可以得到快樂的 而 所有的悲心的形象是什麼呢 是說他們可以從 痛苦而脫離的 但是他這邊來講的話 應該是在講說 是在七因果當中的 第四者的 樂意詞 跟第五者的 大悲心呢 他們要培養這個 起來的話 之前一定要先有所謂的 知母 念恩 報恩 這三者 要來 升起 因此呢 你這個 這三個作為 他們的要去勤修啊 或者勤於培養的關鍵 在此呢 所以 故於此中當勤修學 誘發心 因 修諸有情 皆為 親者 是 樂稱論詩 及 大 樂 大德樂 蓮花戒論詩 等之所 宣說 和這個事來講的話 我們翻成大德樂的 這個是什麼 這是一個 在家居士啦 那是 這個大德的意思是說什麼是 所謂的 我們講說是優婆色 優婆色的月那樣子 他的意思來講的話 這邊來講說什麼呢 因此我們說 我們 為了要升起 所謂的菩提心 他這邊就說嘛 誘發心音 為了要 升起 或者說 發起菩提心的 音來講的話呢 前面的音是什麼呢 是把 要觀修 一切 眾生 是為自己的 親者 或者作為自己的 親朋 親朋好友的 這樣子來講的話 這種修法是什麼是 樂稱菩薩 在他的入宗論 以及 就是說優婆色 樂者呢 他在他的 比如說我們有說 有一個說 戰頌啊 或者他有一個 150戰頌 等這邊來講的話呢 他裡面有講到了 或者以及在像說是 蓮花界大師 在他的修之中篇 或者修之三篇 當中都有清楚說 如何修這個七英國教授 所以 在這邊來講的話 等於是說什麼 就是說 前面試者 知母 念恩 報恩 樂意詞 這試者呢 是 發起大悲心的音啦 他為了要發起 這個來講的話呢 知母 念恩 報恩這三者是什麼 他主要就是為了要培養說可以對一個 樂意的對象啦 升起一個說 我們把一切的眾生看成為 樂意的 或者愛護的 這樣子的對象 因為有這個樂意的時候呢 才有辦法培養出 後者的大悲心 沒有樂意的話 他就對後者說要離開這個痛苦 他不會有感覺嗎 他剛剛為什麼中大師一直在 強調說 要培養出樂意的啊或者要把它看成為是 至輕啊或輕者的 原因 也就在後面是說我們為什麼在之前要培養 先培養樂意詞 不是先培養 大悲心嗎 我們好像不是說先培養大悲心 再培養樂意詞 他的次第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先要培養 樂意詞 再培養大悲心的緣故 就在這邊就是說 我們至少先要說 要希望說 一切眾生是 我們的至輕啊 還是我們要愛護的 希望給予他快樂 所以當有這個時候呢 如果他沒有快樂反而遇到痛苦的時候呢 我會覺得要從他這個苦 而要脫離的 他是 因果的次第是這個嘛 所以 前面的支母 念恩 報恩 都是為了要培養出後者的 樂意詞的這個緣故 同樣中大師也剛剛講了嘛 但是 如果只是想要培養說 一個說 可以遇到快樂的 或者遇樂 之詞的話呢 他不需要 一定前面就要有所謂的 支母 念恩 報恩 這沒有 一定的關係 這個是 支母 念恩 報恩這三者是為了培養 瓷心 瓷心裡面是什麼 是一個特殊的叫 樂意詞 這個瓷心才會培養的 他這個樂意詞 跟大悲心 才是有因果的關係 如果不是談到 這樣子來講的話呢 為了只是說 一般的悲心 一般的悲心來講的話呢 前面也不一定要用樂意詞 同樣 一般的瓷心呢 就是 緊緊的瓷心呢 也是沒有辦法 就是 升起說 所謂的 大悲心嘛 這大悲心的 因素或關鍵是在於 樂意的詞 樂意的詞的這個來講 和這個樂意詞的我們 在藏文的意思就是說什麼 就是 這個樂意是 我們看到 樂意在藏文 中文應該是說我看到人家覺得他 就是我 歡喜嘛 在藏文的他有 更 更上一層的意思說什麼就是 我 看到 旁邊的眾生不僅僅看到他是 和愛可欣或樂意的話 從我這一方還有想要去保護的 或去愛護的 愛惜的 這樣子這兩者 都有的 這個在藏文的時候他是 因為有一個是 我看到他是 賞心悅目的那樣子來講的話 不代表說我一定要去愛惜他嘛 有一個是 我賞心悅目但沒有愛惜 但這邊的這個詞 所謂的樂意詞是什麼 就是說 我把一切的眾生 看到的說是不僅僅說他是可愛的 或我們說 賞心悅目的 他也是 到我說我從這一方想要去保護 去愛護 去愛惜的這樣的感覺 那樣子 因為我 最近有 我在笑 因為我說 有在看 這應該在很 很流行 不是看到那個什麼 後宮的那種的連續劇嗎 在台灣這 你看到就是說 這個就說什麼 就是說 你看那個 後宮的時候他會愛惜的就是在什麼 因為他 看到那種 愛惜的嫔妃 他會有愛惜的緣故 想要去疼愛 他執著越高 他所 不僅僅是覺得賞心悅目嘛 因為 每個 他們不是說眾多嫔妃看起來都是 家人都是說 漂亮是一樣 但是 可是有一些特別的愛惜 特別愛護他就會有的 真寵啊 什麼一大堆的不一樣的話 同樣這個意思就是說這邊來講的話 在培養書樂意詞的時候 他 不僅僅是把對象看成為是 可愛的 樂意的 還有要去愛護的 愛護的 因為有這樣子的愛護的 慈心呢 他會培養說書 只要他有一點點的痛苦 或者有任何的痛苦呢 他都無法忍受 他要想從這個苦當中 去他們把他拔除嘛 拔除嘛 脫離的 所以 我們看到說 七英國教授的時候 他是為什麼 一一一的關鍵 在這邊他就可以了解到了 我們從 還沒有到七英國之前的 所說的 平等舍 子母 念恩 報恩 樂意詞 大悲心 增上意樂 跟 發起菩提心的話 他是 緊緊扣在一起的 緊緊相關連性的 看為什麼 大家你看嘛 我們說 為什麼 之前他一定要培養這個 還沒有在 發起 子母之前呢 他一定要 培養出一個 平等舍 這是什麼呢 因為 如果來講呢 我們沒有這個平等舍的話 我說子母的話 我就會覺得說 有些人特別討厭啊 或者我 從我這一方 來講我就會 有一些說 覺得有偏見 我一些特別的 愛護 特別的 討厭的 或沒有感覺的話呢 我就只會偏向一方的 他沒有辦法對 一切的 友情嘛 他沒有辦法對一切友情都感覺說他是 同樣的重要 或者一切的友情是 我會有一種偏見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就會分 一等親 二等親 三等親 等等的 他從 自己 自己的內心當中就已經 畫了界線了 他已經畫成一個界線的話 這種的 所謂的平等舍 他是等於說什麼 他不是說 我不認知說他是 我的敵人 或我沒有認知說他是我的 至親 可是是 我不是因為他是我的敵人 他是我的 有血緣關係 我就去貪一個 我就去 恨一個 我知道他是這個 可是 因為 後面他講的 他不是說 以他們來講的話 每個人希望說是 離苦得樂的方面來講是 一模一樣的 這是一個角度 第二個角度如果我們從 無限生命 或者 前後世來講的話呢 有無量無邊的這種 生命來講 只是時間的因素 不會說 呃 這個人或 他人來講的話 他會有這種的 親或遠的關係 就像我們說 譬如說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金森來講不會說我 昨天的母親 跟我 譬如說30年前的母親來講的話呢 因為 昨天的母親離我比較近 我就應該更去 疼愛他 30年前的母親 呃 因為他時間給我比較遠的時候呢 我就已經 他有這種 親疏關係 不會嘛 因為是從 之前這30年一直的 延續下去 才會到有昨天的這個母親嘛 所以他的 那種的所謂的親疏的關係不會這樣 同樣 如果我們從更長遠的 從 前後世 之前去思維的話呢 我們說 這些一切都有當過我們的母親 有做過的 有時間 上的 只是時間上的這個變化 改變了 可是他之前都有在照顧我們過 或者對母親來講的恩德是一樣的時候呢 先從這個平等舍去做 和再從 知母 念恩報恩 這是為了培養書 後面他可以樂意的 或者可以感到說樂意的這個詞 和這個樂意詞培養起來呢 他就很容易生起了這種 悲心了 和這個悲心要生起來的話呢 他主要是什麼 悲心的差距就只是說 我希望 可以拔除 或這種痛苦 他們 這些眾生可以脫離 那個真上意樂是什麼呢 是說 我要去 幫助 這些的 一切的友情 從這個痛苦而拔除 所以他是 不僅僅說 我希望說 這些眾生們可以從 這個痛苦而脫離 是 這些 眾生們可以從這個脫 就算了